清晨,海特正坐在自己的车里专注地看着手中的狗体武功照片 这是一辆货车停在了海特的车后,引起了海特的注意 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手指从货车上下来,直奔旁边的树林走去 海特健壮从车里拿出麻醉枪,藏在大衣里,悄悄地朝着男人走去 等男人蹲好后,海特用麻醉枪瞄准了男人 深夜,珍妮和林赛正在为一会儿要参加的派对做着准备 两人都是从美国来荷兰的游客 准备完毕后,两人驱车朝着叫邦克的酒吧驶去 虽然珍妮向朋友问好了酒吧的位置,但两人还是迷路了 更倒霉的是,中途两人的车胎还被炸爆了 林赛尝试给租车公司打电话求援 却发现两人抛锚的地方过于偏僻,手机没有信号 正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天空中突然传来沉闷的雷声 两人赶紧回到了车里 就在两人为要不要下车去找人帮忙争论的时候 一辆轿车停到了两人的旁边 珍妮赶紧让林赛打开车窗向对方求救 但由于对方说的是德语,双方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这时珍妮查完字典发现对方说的都是乌言晦语 两人赶紧关上车窗锁住车门不再看对方 但旁边的变态还是盯着两人 并伸出舌头,做着铁式的动作 见两人一直不理自己,变态开车离开了这里 经过这件事后,两人终于下定决心下车找人帮忙 珍妮还提议两人在十分钟之内找不到帮手就回到车上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两人不仅没有找到帮手,还在树林里迷了路 两人一边互相抱怨,一边寻找出路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后 珍妮终于受不了了 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再走了 就在这时,林赛在前方发现了一栋房子 两人顶于跑到了房子后面 两人都没有注意房子后面有一座小小的墓碑 墓碑上写着 我亲爱的三连提狗 两人绕到房子前敲响了房门 片刻后,听到敲门声的海特打开了房门 在得知两人没有同伴后 海特将两人请进了屋子,并锁上了房门 来到客厅后,海特一眼就看出两人是外国的游客 林赛告诉海特,两人正在环游欧洲 之后林赛询问海特是否能帮两人给交通应急部门打个电话 海特却反问两人有没有血缘关系 在得知两人只是朋友后 海特同意了帮两人打电话 并询问两人想要喝些什么 两人客气地回答,喝水就行了 海特来到厨房一边假装打电话,一边帮两人倒水 倒完水后,他又在每个杯子中都放了一粒药 将水递给两人后,海特告诉两人 修车公司的人最迟三十分钟后就会赶到 在看到两人都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水后 海特兴奋地攥紧了拳头 就在这时,林赛不小心将水杯打翻在了桌上 海特立即暴怒起身骂了林赛一顿 但下一刻,他就压下了情绪,起身去楼下拿麻布 海特突如其来的暴怒,让两人感觉到了危险 林赛觉得两人应该尽快离开这里 两人商量着一会儿让凯特帮两人交辆出租车 两人直接回酒店,明早再回了去车子 而此时,海特正在地下室用针管抽取某种药剂 之后他将药剂藏在背后,拿着麻布回到了楼上 随后林赛询问海特,可不可以帮自己交辆出租车 海特果断拒绝了林赛的请求 此时旁边的珍妮已经变得有些神志不清 林赛的嗓子也有点不舒服 旁边的海特告诉两人,他在水里放了迷奸药 这种药物会导致嗜睡,头晕,迷幻和失忆等症状 说完他拿出了藏在身后的针筒 此时林赛的药效也开始发作 他一边呕吐一边向门外爬去 海特不紧不慢地挡在了林赛身前 他抓住林赛的头发将药剂注射进了林赛的脖子 当林赛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被绑在了迷奥师的病床上 林赛的旁边还有另外两张病床 床上绑着珍妮和被封住嘴的大便老哥 这时海特来到了迷奥师 他走到大便老哥身边对老哥说 他不般配,自己得杀了他 林赛的射方 林赛是个人 莫举事 举手 举手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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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海特将老哥埋在了后院 埋完老哥后 他又在附近抓到了一个日本小哥 将日本小哥在病床上绑好后 他将三人全部叫醒 并换上了一身白大褂 向三人郑重地介绍了自己 他是约瑟夫海特医生 他在退休前做过一个有名的 连体孪生婴儿分离手术 在之后的六个月里 他构想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手术 这次不是分离手术 而是创造手术 他曾经把自己的三条狗 连成了美丽的三连体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三个的身体组织也很般配 之后海特为三人讲解了手术细节 ved cutting the ligamentum patella the ligaments of the kneecaps so knee extension is no longer possible pulling from B and C the central incisors lateral incisors and canines 吧 你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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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在脖子中的脖子和脖子中的脖子 脖子是瘦的瘦 二層的脖子是製造的 而是在脖子上的脖子 不再 VE A to B And B to C 在那裡 根本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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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知道你 在那裡 上去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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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一大早 海特就开始为三人注射麻醉剂准备手术 在海特为珍妮注射的时候 林赛成功地咬开了左手的束缚带 然后他迅速地解开了其他束缚带逃了出去 在跳下病床的时候 针尖在他的胳膊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海特被林赛逃跑的行为气得暴怒 逃出地下室的林赛发现屋子的前后门都已经被锁住 他便躲进了离他最近的一间屋子里 并反锁上了房门 很快海特便跟着雪迹找到了林赛躲藏的房间 海特见林赛迟迟都不肯为他开门 便威胁林赛 一会儿做手术的时候 他不会给林赛用麻醉剂 面对海特的威胁 林赛只是一言不发地蹲在床后 片刻后 海特砸门的声音消失在了门口 林赛拿起旁边的台灯来到窗前打算破窗逃跑 他刚一拉开窗帘 却发现海特已经拿着麻醉枪站在了窗前 随后海特不停地用枪猛砸玻璃 直到海特将玻璃砸碎 林赛才终于找到了地上的钥匙 打开门逃了出去 他一路边跑边回头 一不小心掉进了海特家的泳池 海特不紧不慢地来到泳池边 林赛不断恳求海特放了他和珍妮 但海特只是默默地用麻醉枪瞄准了林赛 并叮嘱林赛不要乱动 他不想射下林赛的眼镜 无奈的林赛只能潜进泳池 但人的肺活量毕竟是有限的 很快林赛便不得不浮出水面 但海特并没有射击林赛 反而蹲在泳池边对林赛说 这个位置运行为太重 太过多厉重力了 你已经伤砸了你的小 escape 其实我很感谢 因为现在我一定知道 絕對,你就是中間的一塊 現在就殺了我,我比較想死 說完後,海特來到門口,按下了泳池蓋板的開關 之後海特就站在泳池邊守住帶兔 就在蓋板要完全合上時,整棟房子都停電了 海特一邊破口大罵,一邊朝屋外走去 海特走後,林塞爬出泳池,小心翼翼地回到了之前玻璃碎掉的房間 他在房間裡猶豫了一會兒後,決定要回去救珍妮 林塞回到地下室,見海特不在附近後,扑著珍妮朝樓上走去 林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珍妮拖到了後院 但在後院還沒走出幾步,就被海特用麻醉槍擊中 海特走到林塞身邊,用腳踩在了林塞的臉上 之後海特分幾次為三人做完了手術 隔天早上,海特請人將碎掉的玻璃換好 之後他獨自在屋裡欣賞自己創造的人體蜈蚣 等他為三人檢查好傷口後 他興奮地將三人扶起,並不斷地為三人拍照 日本小哥哭著請求海特將三人分開 海特沒有理會小哥的請求 而是去旁邊取來的鏡子讓三人觀看自己現在的樣子 三人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崩潰的痛哭 而海特則剛好相反,他被自己的成果感動哭了 他感動地吻向了鏡中的自己 傍晚,海特將三人關在了籠子裡 日本小哥憤怒地不斷破口大罵 林塞和珍妮哭著將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隔天早上,海特像訓狗一樣訓練日本小哥為他拿報紙 但每次日本小哥都會將報紙扔到一邊 海特並沒有因為他不聽話而生氣 而是開開心心地跨在了日本小哥的身上 深夜,海特用狗盆為三人準備了食物 但只有日本小哥能吃到嘴中 小哥在吃飯的時候趁機咬了海特的小腿一口 並大喊這是他應得的,他們不是海特的狗 海特憤怒地踢了小哥一頓 並威脅小哥,如果再有下次 他就拔掉小哥的滿口牙 隔天早上,海特繼續訓練三人 他穿著皮靴讓日本小哥繼續咬他 還嘲諷小哥是雞 然後不斷對著三人學雞叫 小哥實在看不下去了 他轉頭爬向了旁邊 就在海特生氣地舉起馬邊要抽打小哥的時候 小哥突然來了便衣 他一邊對後面的林塞說著對不起 一邊方便了出來 林塞痛苦地拍著日本小哥的屁股 而海特則在旁邊鼓勵日本小哥 並大聲地讓林塞吞下去 深夜 三人不斷哭泣的聲音吵得海特睡不著覺 海特來到籠子旁邊警告三人 如果三人再吵 自己就會再做一場手術 將三人的聲帶割掉 隔天 在海特泳泳的時候 三人試圖逃走 但由於行動太過遲緩 海特輕易地將三人攔在了泳池邊 但海特並沒有發怒 而是笑著打開了大門讓三人出了泳池 所有他轉身捡起泳池旁邊的馬邊走進了走廊 片刻後 走廊裡響起了三人的慘叫和海特的怒吼 只有海特為三人檢查了身體 日本小哥的身體還非常健康 而林塞則有點便秘 海特決定一會兒為林塞準備點力幹健影的泄藥 隨後他用手指插進了珍妮的臉中 擠出了一些黃色的液體 他聞了聞後 判斷珍妮應該活不了多久了 他要盡快將珍妮換掉 就在這時旁邊響起了電話鈴聲 有人在樓上按海特家的門鈴 海特剛一拿起電話 日本小哥就大喊救命 海特趕忙捂住話筒 並讓小哥閉嘴 掛掉電話後 海特先是回到樓上脫掉了白大褐 之後才來到門口打開了大門 來訪的是兩名警察 兩名警察介紹完自己後 詢問海特兩人可不可以進屋 海特不在意地將兩人領到了客廳 此時日本小哥還在地下室大聲呼救 但樓上卻聽不到一點聲音 警察此次來海特家 是想向海特了解一起失蹤案 失蹤的人就是珍妮和林塞 警方在海特家附近 找到了兩個人的車子 兩人認為海特也許可以 向警方提供更多的信息 海特立即告訴兩人 他們找錯人了 他最近一直都在忙著搞研究 寫報告 很少有機會離開房子 說完他詢問兩人要不要喝點什麼 克蘭斯說自己想要咖啡 海特卻說他沒有時間煮咖啡 只能為兩人倒杯水 說完他走進了廚房 這次他又顧忌重拾 在水裡放了迷藥藥 此時克蘭斯正在觀察走廊裡的籠子 這時廚房裡的水聲突然停止 克蘭斯趕緊回到了客廳 將水遞給兩人後 海特詢問兩人想在自己這裡知道些什麼 克蘭斯對海特說 有目擊者稱有一個美國女人在他的房子裡尖叫 他要作何解釋 海特一口否認了克蘭斯的說法 並說自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鬼話 克蘭斯又接著說 有人看到海特的銀色奔馳曾經停在了一輛荷蘭卡車附近 此時海特兼沃勒喝了杯子裡的水 便突然站起大聲質問克蘭斯是什麼意思 並大罵克蘭斯是個神經病 他拿起壁爐上的水杯 命令克蘭斯喝掉杯裡的水 然後離開這裡 克蘭斯一言不發的伸手打掉了海特手中的水杯 海特憤怒的指責克蘭斯是在侮辱自己 他要和克蘭斯法庭見 這時海特注意到了旁邊的沃勒正在盯著自己 他突然語氣一變開始對兩人道歉 並解釋說自己只是工作過度 睡眠不足而已 隨後他一邊往屋外走 一邊說自己去拿毛巾 出了屋門後 海特靜止來到了地下室 他一邊安慰自己不要緊張 一邊抽取了一針藥劑 之後他來到隔壁告訴三人 他得到了兩個強壯健康的替代品 他們就慢慢地享受和珍妮尾巴的最後時光吧 當他再次回到地下室 他會將尾部人道毀滅 然後再去準備新的手術 四連體 說完他便離開了地下室 銀賽和珍妮崩潰的痛哭了起來 日本小哥看了看四周 將目光鎖定在了旁邊的手術刀上 他跟兩人打了個招呼後 伸手朝著手術刀勾去 在海特擦地的時候 克蘭斯詢問海特地下室裡有什麼 他剛才離開了那麼長時間 隨後兩人就地下室的問題展開了爭論 在爭論的過程中 海特不小心將毛巾和針管掉在了地上 海特對克蘭斯解釋道 自己有糖尿病 針管裡是胰島素 由於沒有搜查令 克蘭斯也不好強行搜索海特家 他告訴海特 二十分鐘後他會帶著搜查令過來 說完兩人離開了海特家 兩人走後 海特跑回第二室發現林賽三人不見了 敗道 之后三人在日本小哥的口号下朝楼上爬去 三人刚爬上楼梯 海特就追了上来 海特看着楼梯上的鲜血伸出舌头舔射了起来 此时林赛指引着日本小哥来到了之前玻璃碎掉的房间 三人爬到窗边拉开窗帘 发现玻璃已经被修好了 这样三人又陷入了绝望 之后日本小哥拿着台灯对着玻璃一顿猛砸 但玻璃还没砸碎 海特就追到了门口 日本小哥放下台灯捡起一块玻璃朝着海特爬去 就在两人要碰到一起的时候 日本小哥突然笑了起来 神様 神様 神様ですか 俺は 俺は虫ケラです 親を捨て 子供を捨て 愛を拒絶して生きてきました 虫ケラ 虫ケラ以下の存在です でも でも神様 さて たとえそうであろうとしても たとえこれがあなたの与えた天罰だとしても 俺は 说完 他用玻璃划开了自己的喉咙 海特被日本小哥的行为惊呆了 这时旁边的电话铃声又再次响起 克兰斯两人已经拿着搜查令回来了 海特关上房门咬着手术刀一路爬到了泳池 克兰斯两人见海特迟迟不开门 便用武力打开了大门 之后两人分头在屋里寻找海特 沃勒在走到泳池门口的时候 因为药效发作呕吐了起来 听到沃勒呕吐声的海特躲到了泳池最里面的角落 沃勒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进了泳池 与此同时 克兰斯来到了地下室 他在放着病床的房间地上发现了一滩血迹 这时楼上传来一声枪响 他赶紧朝楼上跑去 之后他在寻找同伴的过程中 发现了林赛三人 三人的惨状惊得克兰斯连连后退 此时旁边又传出响声 他一路跑到泳池 在泳池里看到了沃勒的尸体 下一刻 海特开枪击中了克兰斯的腹部 克兰斯抬手一枪抱了海特的头 两人就这样同归一尽了 此时另一边的珍妮已经要坚持不住了 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后 珍妮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只留下林赛一个人崩溃的大哭 喘息 喘息 啊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电影我只能说导演的脑洞属实有点大了 剧情虽然有很多降置的地方 但就凭这个脑洞也值得看一看 其他的地方也没什么可值得多说的了 也就那样 最后谢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希望您能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 拜拜